星期六早上,中国东北部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,目前的死亡矿工人数已经上升到42人,还有66名矿工被困警下。 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,事故发生在黑龙江省新兴煤矿,爆炸时警下有500多人当班,据说有将近400人得以逃生。 救援人员仍在搜救被困矿工,这个煤矿属于黑龙江省龙煤集团。 中国煤矿经常发生伤亡事故,根据官方统计,去年有超过3000名矿工丧生,监督组织说,他们相信死亡人数要比官方宣布的高得多。